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快 人们就在实验中发现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 同学们想想 生活中哪些地方存在这种力 对 电流表 电风扇 电动机中都有这种作用力 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力第一课时 同学们请看 这两张图片 一个是复兴号高铁 一个是比亚迪集团生产的电动汽车 宋 现在 我们国家高铁技术处于领先水平 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 发展最快 电动汽车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两种交通工具 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对 都是利用电能 利用电动机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电动机的主要原理就是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 必修中 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力 下面 我们一起来进一步的研究这种作用力 同学们请看实验 闭合开关 好 我们再看一遍 实验表明通电的导线在磁场中可以运动起来 表明它受到了力的作用 我们从这个现象入手 定义了磁感应强度B 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到的作用力称为安培力 是为了纪念安培而命名的 电流强度的单位是安培也是为了纪念安培 由于安培在电穴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麦克思维把安培誉为电穴中的牛顿 这就是安培 那么这个力的方向如何判断 这个力的大小又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安培力的方向 安培力的方向跟哪些因素有关 在电场中 正电荷所受的电场力方向就是电场强度的方向 那么在磁场中通电导线的受力方向是不是磁感应强度的方向呢 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通电导线在磁场中 所受到的安培力F的方向 所受到的安培力F的方向与电流强度I 磁感应强度B的方向都有关 我们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来进行探究 好 我们来一起看实验 闭合开关 导体棒在安培力的作用下动了起来 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再看一次 请同学们观察磁感应强度的方向 受力方向和电流的方向 实验中我们观察到 通电导线的受力方向既不是电流方向 也不是磁场方向 甚至都不在它们的平面内 安培力的方向和磁场方向 电流方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把这三个方向都把它画出来 显然已经不能在同一个平面内 画出这三个方向了 我们把它们在三维的空间中表示出来 我们发现 安培力的方向既跟磁场方向垂直 又跟电流方向垂直 即安培力的方向垂直于磁感线和通电导线所在的平面 下面我们把立体图改化成平面图 像磁感应强度一样 我们用一个圈中间画一个点 代表电流方向垂直于纸面向外 画一个圈再画个叉 表示电流方向垂直纸面向里 因此我们把刚才的这种情景 就可以画成平面图 磁感应强度 改变 闭合开关 我们观察到磁的力向左了 好 我们再看 这一次我们保持磁场方向跟刚才第二次实验一致 我们再次改变电流方向 再次进行实验 同学们做好记录 闭合开关 闭合开关 导体棒收到的力跟刚才第二次方向又相反 向右了 好 我们再次改变磁场的方向 这一次电流方向跟刚才第三次实验的时候保持一致 请同学们再次观察 做好记录 再次 再次 好 同学们把刚才这几种情景 统一的把它们画在图上 通过这四种情况的分析 实际上我们已经了解了通电导线受力的方向和磁场方向 电流方向的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每次用的时候都把这个记录纸找出来 然后去查表去看一看 这样太麻烦了 同学们想一想 有没有特别简单的方法来判断电流受力方向 好 我想同学们如果时间足够 能发明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让三个手指垂直 拇指代表电流方向 二目指代表磁场方向 那么我们中指方向就可以代表它受力的方向 当然了 每个同学发明出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么我们大家再交流起来将会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并使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 这时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通电导线在磁场中所受安培力的方向 好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如图磁场中有一条通电导线 其方向与磁场方向垂直 夹以柄标明了电流磁感应强度和安培力 三个量中的两个量的方向 是画出第三个量的方向 好 第一种情况 同学们跟我一起分析 电流方向垂直直面向里 受到的力水平向右 那么由于磁感应线要穿过手心 所以第一种情况 磁感应强度的方向竖直向上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请同学们自己试一下 好 伸出我们的左手 磁感线垂直穿过手心 四指代表的是电流方向 这是拇指竖直向下 说明 说明 以图中 电流受到的力 竖直向下的 你判断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 磁感应强度 水平向右 受到的作用力 竖直向上 那么电流是向哪的呢 你试一下 好 让磁感线穿过手心 拇指指向受力方向 这时候呢 四指是垂直直面向外的 所以 我们在这里面画一个点 代表电流方向 垂直直面向外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 两根导体并连 闭合开关以后 我们让电流 从两根导体棒的上面流入 从下面流出两根导线 请同学们观察 你看到了什么 对 你观察到了两根导线 通入同方向的电流时 它们受到的力相互吸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 这回我们改变电流的方向 对 让电流 从下至上流过左边的导线 把它们串联起来 让电流从上至下流过右边的导线 好 下面闭合开关 同学们注意观察 我们观察到两根导线 通入反方向的电流 它们受到的力相互排斥 实验的结论是 同向电流相互吸引 反向电流相互排斥 同学们 你能用学过的知识解释这个现象吗 好 我们来看 首先 左边的导线 根据右手螺旋定则 它在周围激发磁场 在它的左边 激发出垂直直面向里的磁场 在它的右边 激发出垂直直面向外的磁场 而右边的这根导线 在垂直直面向外的磁场中 受到一个安培力的作用 那么这时候我们用 左手来判断它的受力 同学们判断一下 向哪儿啊 非常好 受到的作用力是水平向左的 同样 我们来分析一下 左边导线的受力情况 这时候 我们就要根据右手螺旋定则 判断出 右边这根导线 在左边导体所在处激发的磁场 是什么样的 同样 在它的左边激发出垂直直面向里的磁场 同学们用左手定则判断一下 左边这根导线受力是向哪儿的 好 我们这样判断以后 我们发现 左边这根导线受到的作用力是向右的 因此 而 两根同向的电流受到的作用力就相互吸引 同样 两根方向相反的电流 同学们可以用一样的办法来进行判断 右边的这根导线受到的作用力向右 左边的这根导线受到的作用力向左 所以它们受到的作用力是相互排斥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个现象了 好 同学们 下面呢 我们再看 一会儿呢 我会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玻璃敏的中心放一个圆柱形的电极 边缘放圆环形的电极 两个电极积在电池量极上 在玻璃敏中放入盐水 然后我们把磁铁放入 N极在下 S极在上 你猜想一下 你会看到什么现象 好 我们来一起验证一下 你的猜想是否正确 在玻璃敏中 有两个电极 我们加入盐水 把玻璃敏放入提形磁铁的磁场中 闭合开关 请同学们看 发生了什么 没错 我们俯视去观察 液体顺时针转动了起来 撤去磁铁 我们观察到 液体慢慢地停了下来 再次放入磁铁 液体 液体在力的作用下 又顺时针转了起来 下面我们改变磁场方向 好 我们观察到液体这回 逆时针转了起来 好 同学们 你们刚才的猜想 对了吗 我们如何用所学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好 下面我们画一个俯视图 电流从圆柱形的界线柱流入 然后通过沿水 电流方向从中心向四周流 然后通过圆环形的负极流回到电源 所以这样我们就判断了沿水中电流的方向 磁场方向是竖直向上的 我们俯视来看就是垂直直面向外 这时候我们用左手定则来判断一下受力 我们可以判断任意一小段 比如说右下边的这根电流源 它受到的安培力 如图所示 同理 每一个小电流源受到力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观察到 这些力恰好就是液体顺时转动的原因 同样 改变磁场方向以后 同学们 课后自己去分析一下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安培力方向的判断 左手定则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好 我是北京市第四中学的李德胜老师 上节课 我们一起学习了安培力的方向的判断 左手定则 安培力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安培力又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力 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力二 必修课的学习中 我们已经知道 当导线方向与磁场方向垂直时 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到的安培力的大小 既与导线的长度成正比 又与导线中的电流I成正比 即与I和L的乘积成正比 也就是F等于I L B 当导线方向与磁场方向垂直的时候 此时所受的安培力最大 当导线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时 电流所受的安培力等于零 当导线方向与磁场方向乘C的角时 所受的安培力介于最大值和零之间 那么当导线方向与磁场方向乘C的角的时候 这个力具体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把磁感应强度B 沿着导线方向和垂直于导向方向分解 这样B平行给电流的力就是零 B垂直给电流的力我们是会求的 根据几何关系 我们很容易得到B垂直等于Bsinθ 因此安培力等于ILB垂直 等于ILBsinθ 我们可以发现 当C的角等于0度的时候 安培力等于0 C的角等于90度的时候 安培力等于ILB 因此第三种情况是普遍情况 它可以把前两种情况包含在一起 那么当导线方向与磁场方向乘C的角的时候 安培力的方向又如何判断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把B分解成B垂直和B平行 那么安培力垂直于电流强度和B垂直所决定的平面 而电流强度和B垂直所决定的平面 和电流强度与磁感应强度B所决定的平面 是一个平面 也就是安培力垂直于电流和磁感应强度所决定的平面 那么它的方向我们依然可以用左手定则去判断 让磁感应强度B垂直垂直穿过手心 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 这样拇指的指向就是安培力的方向 好 下面我们看一道例题 将长度为20厘米 通有0.1安培电流的直导线放入云墙场中 方向如图所示 以致磁感应强度是1特斯拉 求出图中导线受到安培力的大小和方向 我们来一起看 好 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磁感应强度跟电流方向是平行的 所以这种情况 电流受到的力为0 第二种情况 电流竖直向上 磁感应强度垂直直面向外 用左手我们判断 它们两个恰好是垂直的 所以方向水平向右 大小呢 I L B 我们带进去 我们可以算出来 0.02牛方向水平向右 我们再看第三种情况 同学们想一想 好 30度是电流强度和水平方向的夹角 但是我们观察到 但是我们观察到电流强度跟磁感应强度依然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30度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算大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用 左手定则 左手定则 电流方向 磁感线穿过手心 所以安培力方向 斜向左上 垂直于导线 大小 I L B 我们可以算出来 依然是0.02牛 好 同学们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课本上的习题 如图 金属杆AB质量为M 长为L 通过的电流是I 在磁感应强度B的云强磁场中 磁场方向与导轨平面夹角是θ 结果AB静止在水平面上 求金属杆AB受到的摩擦力 和金属杆对轨道的压力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呢 这个立体图上画方向很不好表达 我们把它改化成平面图 我们从正前方看过去 我们看正式图 所以 这时候水平面 用一条线来代表 电流方向向前的 因此我们画一个圈 一个点 磁感应强度B 跟水平方向加掉θ 这样我们就画完了 下面 我们可以通过左手定则 来判断安培力 受力分析 重力 安培力 一定要受摩擦力 那么支持力 有没有呢 有人说水平方向有可能平衡了 这个数值方向呢 F的数值分离跟重力 也有可能平衡 支持力有没有 不知道 对吗 必须得有支持力 为什么呢 因为摩擦力的产生前提 必须要有压力才会有摩擦力 好 受力分析已经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 求解 在水平方向 我们看安培力的水平分离和摩擦力是平衡的 所以摩擦力等于Fsinθ 等于ILBsinθ 数值方向 支持力跟安培力的数值分离 与重力平衡 列出表达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除 N等于MG 减Fcosθ 把安培力带入 等于MG 减去ILBcosθ 好 同学们 我们到这儿呢 还差一步 因为我们求到的是导体棒受到的作用力 因此 我们需要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所以导体棒对水平面的压力 等于它的支持力 等于MG 减去ILB Cosθ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如图 宽为L的光滑倒轨 与水平面呈α角 质量为M 长度为L的进属杆 水平放置 空间存在着云墙磁场 当回路中的总电流为I1的时候 金属杆 恰好能静止 求第一个问题 磁感应强度B 至少多大 方向如何 二 若保持B的大小不变 而将B的方向 而将B的方向改为数值向上 应把回路的总电流I2调到多大 才能实现金属杆 保持静止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同样 把立体图 我们把它改化成平面图 我们从正前方看过去 斜面 夹角是α 电流方向 是从B流向A 所以圈里边画一个X 代表垂直纸面向里 下面我们来进行受力分析 受到重力 受到支持力 重力的大小和方向 都是确定的 支持力的方向 也是确定的 安培力 由于不知道 磁感强度的方向 所以 安培力的方向 还真的不知道 那么我们 随便画一个 在安培力 这个方向的时候 它是可以实现平衡的 三个力平衡 所以合力为零 我们把它画在一个 三角形中 矢量三角形中 重力的大小方向 确定了 支持力的方向 确定了 因此 安培力的大小 这个方向 可以 没问题 这个方向 可以 没问题 这个方向 可以 没问题 那么安培力的方向 其实它的范围 可以无限趋距于数字向上 对吧 那么向下的方向 也可以无限的趋近于和 这个支持力的方向 平行 所有的这些种情况中 我们发现最小的 就应该是 点到直线 垂线段 最短 我们再把这种情况 给它画到平面图中 重力 支持力 沿斜面向上的 安培力 好 这种情况下 安培力是最小的 电流一定的情况下 当然 磁感应强度B 也是最小的 要想受到这样的安培力 拿出我们的左手去判断 安培力方向 电流方向 所以磁感应强度方向是 垂直于导轨平面 向上 方向 确定了 大小呢 我们可以 计算出来 安培力 恰好等于重力的 下滑分力 mgsinα 等于 IELB 所以 磁感应强度B 也就确定了 等于mgsinα 除以 IEL 下面呢 我们再来思考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B的大小不变 方向 竖直向上 这个时候应该把电流 调到多大呢 还是左手定则 可以判断出来 安培力 水平向右了 重力 支持力 安培力 安培力 跟重力 有什么关系呢 还是把它们 划到 矢量三角形中 我们发现 安培力 I2LB 应该等于 重力 mg 乘以 tan α 那么这个表达式中 我们可以把 上一问求得的B 带进来 我们也可以把第一种情况 写出来 mgsinα 等于 I1LB 通过B的方法 我们可以计算出 I2的大小 最后结果是 I2 等于 I1 除以 cosα 好 同学们 你听懂了吗 下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 闭合开关 我们发现 通电的线圈 在磁场中 转了起来 电动机 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制成的 同学们 电路中 测量 离不开电表 磁电式电表 包括电压表 电流表 欧木表 等等 它们的表头 都是电流表 电流表 可以测电流强弱 也可以测量 电流的方向 它 就是根据磁场 对电流的作用力 制成的 对电流表的深层理解 有助于我们 对各种电表 进一步认识 电流表 就是磁场 对电流作用的 一个具体应用 我们再看一个实验 闭合开关 有电流通过磁电式 仪表的线圈时 线圈受力发生转动 并停在适当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 可以反映通过线圈的 电流大小 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磁电式电流表的构造 电流表 它有刻度盘 指针 提形磁铁 急靴 急靴是由软铁制成的 急靴 螺旋弹簧 前后各有一个 还有线圈 以及圆柱形的铁芯 在中间 它也是由软铁制成的 铁芯 线圈和指针 它们是一个整体 它们可以绕轴 转动 电流表中磁场的分布 有什么特点呢 在急靴 和圆柱形的软铁中间 磁场是什么样的呢 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磁场 是否是云墙磁场呢 我们观察到 电流表中磁铁与铁芯之间 均匀浮向分布的磁场 所谓均匀浮向分布 就是说 所有磁杆线 都是沿着镜向分布的 不管转到什么位置 线圈平面与磁杆线 都是平行的 该磁场并非云墙磁场 虽然大小处处相等 但是呢 方向并不是相同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电流表的工作原理 铁形磁铁和铁芯间的磁场 是均匀的辐射分布的 不管转到哪 它的平面跟磁杆线都平行 电流通过线圈时 线圈上跟转轴平行的两边都要受到安培力 这两个力产生的效果 使线圈发生转动 我们看 不管转到什么位置 线圈平面都跟磁杆线平行 力都垂直于这个平面 让它发生转动 那么不管转到哪 我们看出来安培力的力弊都是相同的 线圈转动使螺旋弹簧被扭转 两个螺旋弹簧被扭转了 产生一个阻碍线圈转动的一个效果 它大小随着线圈转动的角度增大而增大 当这种阻碍转动的效果和安培力产生的 使线圈转动的效果相平衡的时候 线圈停止转动 静止了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力与电流成正比 刚才我们又说了 力弊是不变的 因而线圈中的电流越大 安培力产生的转动效果也越大 线圈和指针偏转的角度也越大 因而指针的偏转角度的大小 可以知道背侧电流的强弱 安培力产生的作用效果正比于电流强度 螺旋弹簧产生的阻碍转动的效果正比于θ 也就是说电流强度I正比于θ 所以说表盘的刻度是均匀的 当线圈中的电流方向发生变化的时候 安培力的方向也随之改变 转动方向也发生改变 所以根据指针的偏转方向 就可以知道背侧电流的方向 磁电式电流表的优点是灵敏度高 可以测出很弱的电流 缺点是线圈的导线很细 允许通过的电流很弱 只有几十微安到几毫安 允许通过的电流很弱 所以要用它测量较大的电流 我们就要用到前面学到的知识 需要给它并联一个很小的电阻 来扩大它的量成 好 同学们 这节课和上一节课 我们一起学习了安培力 我们首先学习了安培力方向的判断 垂直于B和I决定的平面 用左手定则来判断 大小等于I LB Sin Theta 当B与I垂直的时候 F等于I LB 当B与电流通过的导线平行时 F等于0 然后我们学习了安培力的应用 我们用左手定则去判断了电流间的相互作用 需要先用安培定则判断出磁场方向 再用左手定则判断出一根导线 在另外一根导线所激发的磁场中 受到的安培力方向 进而解释这种现象 我们还用左手定则解释了旋转的液体 为什么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 并且我们学习了安培力作用下平衡的问题 需要把立体图先改化成平面图 进行受力分析 根据力的平衡条件进行求解 最后我们学习了一个重要的应用 磁电式电流表 我们了解了它的构造和原理 好 同学们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请继续 同学们好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知道 处置磁场中的通电导线 会受到安培力的作用 而带电粒子的近向移动 形成电流 那么磁场的运动电荷有作用力吗 请看下面的实验 其实这个实验的主要器材就是两个 一 高压感应圈 二 音机射线管 高压感应圈产生直流高压 它跟音机射线管构成一个闭合回路 当高压感应圈跟音机回路接通的时候 音机射线管的音机会发出电子数向直线前进 在音机射线管内部的拥光屏上会形成一条亮线 如果我们让磁场靠近这个音机射线管 音机射线管里面的电子数 它的轨迹就会发生偏软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电子数向右运动 当磁场靠近音机射线管的时候 电子数发生偏软 如果我们换用提形磁铁 也让磁场靠近音机射线 音机射线照样发生了偏软 改变磁场靠近音机射线 改变磁场方向 音机射线的方向 偏软方向改变了 通过上面的实验 我们可以看出 运动的电火在磁场中 会受到力的作用 它的运动方向会发生偏软 其实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 运动电火在磁场中 可以受到磁场力的作用 因此我们定义 运动电火在磁场中 所受到的力 叫洛伦自立 下面我们就学习 人教版普通教科书 高中物理教材 物理显修性必修 第二册 第一章第二节 磁场对运动电火的作用力 这部分内容 我们分两节课来讲授 今天先学习第一部分 洛伦自立的大小和方向 首先我们谈一谈 洛伦自立的方向 我们知道通电导线 在磁场中受到安培力的作用 实际上是洛伦自立的宏观表现 那么安培力的方向 既垂直于磁场方向 也垂直于电流方向 满足左手定质 那么洛伦自立的方向 有什么特点呢 通电导线中 安培力的方向 与磁场方向 和通电电流方向都垂直 通电导线中 电火定向移动的方向 就是沿着导线的 因此我们很容易想到 运动电火在磁场中 受到的落伦自立的方向 与运动方向 和磁感影响落方向 都垂直 比如说 这有数值向下的磁场 如果正电火向你运动 我们根据左手定质 可以判断正电火所受到的落伦自立 向左 所以我们根据前面的讲解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正立直受到的落伦自立的方向 当磁场方向与立直的运动方向垂直的时候 立直所受到的落伦自立 可以用前面的左手定质来判断 左手定质 伸开左手 让拇指跟其余的四指都垂直 并且都在同一个平面内 让磁感线圈过掌心 垂直圈过掌心 并使四指指向正连活运动的方向 这是磁质所指的方向 就是正电火在磁场中受力的方向 大家看一下 当速度与磁场垂直的时候 比如说速度的方向是垂直的黑板面向离 磁场的方向是沿着平面向上 那么根据左手定质 我们可以判断 落伦自立的方向是想要的 那么当速度的方向跟磁场的方向不缺值的时候 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其实速度方向跟磁场不缺值的时候 由于磁场是矢量 我们可以把磁场分解成平行于速度方向的分量 叫大小是bcosc 垂直于速度方向的分量 大小是b3c 那么粒子进入磁场的时候 就相当于同时进入了两个云墙磁场 粒子速度的方向 跟磁场的分量bcosc是平行的 所以bcosc这个磁场的粒子是没有粒子作用的 粒子的速度方向 与磁场的分量b3c是垂直的 所以磁场b3c的粒子是有粒子作用的 我们照样可以用左手定质 判断 速度方向跟磁场不平行的时候 粒子所受的落伦自立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这时候就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依旧的使用左手定质 你依旧可以用四指和大拇指缺直 而且在同一个平面内 你用磁感线圈过掌心 四指指向电火运动的方向 大拇指所指的方向 就是电火所受到力的方向 那么这有一个问题 若运动的电火为负电火 其受力方向如何判定呢 其实依旧用左手定质判定 只是在使用左手定质的时候 四指的指向不再是负电火运动的方向 而应该指向负电火运动的反方向 即等效电流方向机口 与正面和进入磁场的情形相同 落伦自立的方向 与运动方向和磁场方向 都是缺直的 所以到这里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节 无论励志的运动方向 与磁场方向是否缺直 落伦自立的方向 它的判定方法可以小节如下 首先 确定立脂的运动方向 与磁场方向决定的平面 明确立脂所受到的落伦自立方向 垂直于此平面 其次 使用左手定质 伸开左手 让磁场方向 让磁场向上 从掌心进入 注意 只要从掌心进入就行 因为此时磁场线和速度的方向 它不缺直了 所以让磁场线从掌心进入 并使四指指向等效电流方向 注意不是电火运动方向 是等效电流方向 这是摩指所指的方向 就是运动电火在磁场中所受到的落伦资历的方向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实验 大家看下这个实验 你看音级射线往右运动 电流相当于向左 你用左手电脑判断一下 它磁场方向是缺续纸面向外的 所以音级射线往上偏远 再看一下这个 那么等效电流方向依旧向左 磁场方向缺续纸面向里 所以你看它这个往下偏的 这个恰好验证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左手电脑 看一下下面的立体 是判断下图所示的带电立脂 刚进入磁场时 刚进入磁场时所受到的落伦资历的方向 这要四个图 甲图磁场方向垂直平面向里 以图磁场方向垂直平面向外 丙图磁场方向平面向上 丁图磁场方向沿平面向下 甲图磁场方向 甲图磁场方向 丁图磁场方向 都是水平向右的正点核 丙图丁图磁场方向还是水平向右的 只是都是负点核 那么我们判断一下这四种情况下 例子所受到落伦资历的方向 大家看甲图 磁场方向垂直平面向里 磁场方向水平向右 那么他们决定的平面就是水平面 首先你判断 落伦资历的方向 肯定垂直于水平面 要么向上 要么向下 所以你用左手定则 你看 伸开左手 让大拇指跟四指缺直 而且在同一平面内 让磁场线圈过掌心 四指指向等效电流方向 所以你可以判断 甲图 立直所受到的落伦资历的方向 是数字向上的 同理 以图磁场方向是向外的 速度方向是水平向右的 决定的平面依旧是水平面 所以落伦资历的方向 肯定垂直于水平面 要么向上 要么向下 伸开左手 让磁场线圈过掌心 四指指向等效电流方向 立直所受到落伦资历 是数字向下的 并图 磁场方向 数字向上 速度方向水平向右 决定的平面是 我们的数字平面 所以立直所受到落伦资历的方向 肯定是垂直于 数字平面的 要么向黑板里面 要么向黑板外面 注意 我们这时候运动进来的是负电荷 所以等效电流是向外的 我们伸开左手 让四指跟大拇指垂直 而且在同一平面内 那么你四指指向等效电流的方向 所以立直所受到落伦资历 全是平面向里 金图 等效电流 依旧是向外的 它决定的平面 依旧是数字面 所以你判断 所受到落伦资历的方向 是全是平面向外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 甲图所受的立 数字向上 以图所受的立 是数字向下 这个是全是黑板面向里 在全是黑板面向外 好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 洛伦资历的大小 大家知道 当导线方向与磁场方向 不平行的时候 导线在磁场中 会受到安排力的作用 导线中的电流方向 与磁场方向垂直时 安排力的大小为BIL 在这种情况下 导线中电荷的 定向移动的方向 与磁场方向缺值 既然安排力是 洛伦资历的宏管体现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 由安排力的表达式 推调出洛伦资历的表达式呢 这个想法显然是合理的 那么我们下面 做一些思考与讨论 第一个 我们考察一段长度为VT的通电导线 这静止时 导线中定向运动的带电粒子 速度都是V 定向运动的粒子 它运动的速度都是V 单位体积内 粒子数为M 导体的痕迹面积为S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算出 这个导体内所包含的 总的带电粒子数 总的带电粒子数 就等于导体的体积S VT 乘上一个单位体积内的粒子数 所以大N就对于小N乘个SVT 而这个数字恰好就是T这段时间内通过这个恒解面S的自由电荷的过数 那么假如说粒子的电荷量即为小Q 可以算出时间T内通过导体恒解面的电量大Q 就对于大N小Q 就对于小NQSVT 就是开始的粒子的总过数 乘上一个每一个自由电荷的电量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电流强度的定义 电流强度是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恒解面的电量 所以我们由此就可以算出粒子的电量Q 与电流强度I的关系 I等于NQSV 那么长位VT的导体所受到的安排力 就可以有我们前面的公式 当导体垂直于磁场方向的时候 导体所受到的安排力 对于BIL 所以这一段导体所受到的安排力 FN等于BIL 就对B乘NQSV的平方T 这是这一段导体所受到的安排力 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力 实际上就是这个导体内 所有的定向运动的自由电荷 所受到的落伦之力的合力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安排力 除以一个运动电荷的总过数 就可以得到一个电荷所受到的落伦之力 所以每个例子所受到的落伦之力 我定义它 它等于F-Raw F-Raw就等于F-Raw除以M 就等于CovB 以上的推导过程 我们是以正电荷电向移动推导的 若是负电荷电向移动 其受力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是方向相反 所以上面的推导是具有一般性的 在一般情况下 当运动电荷的方向 与磁感应强度的方向有夹角 假如说夹角为θ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你看磁场是数字向上的 速度跟磁场有一个夹角是θ 那么此时 这个运动电荷所受到落伦之力的方向 开始我们说了 是垂直于位和臂所决定的平面 像这边的 那么大小等于多少呢 跟开始一样的意思 你把磁感应强度分解成 因平行于速度的磁场 Bxc和垂直于速度的磁场 Bxc 所以这个粒子所受的落伦之力 F就对于CoVbxc 好 到这里我们可以把前面所讲的 关于落伦之力的大小 做一个小结 第一点 第一点 粒子在磁场中 受的落伦之力的大小为F 对于CoVbxc 就这个 其中 θ为粒子的运动方向 与磁场方向的夹角 第二个 如果粒子的运动方向 与磁场方向缺止 则粒子受到的落伦之力 F 对于CoVb 叫3190度 对于1了 注意 上面的公式 F对于CoVb F对于CoVb3190度 这种势子中的所有物理量的单位 全部为国际单位置单位 我们下面看个例子 电子速率为等于3.0 乘10的6次方米每秒 严重于磁场垂直的方向 摄入B等于0.10特的云墙磁场中 它受到的落伦之力有多大 我们看一下题 关于电子 我们知道 电子的电量E 对于1.6 乘10的 负氏九次方空能 现在电子的速率知道 3.0乘10的六次方米每秒 次干异强度知道 0.10特 而速度方向跟磁场方向 又是垂直的 所以电子所受到的落伦之力 F就对于E为B 乘出的结果 就是4.8 乘10的 乘10的四次方米 好 下面我们对这一堂课做个小节 这堂课的第一点 我们原本讲了洛伦之力的方向 洛伦之力的方向 它既缺制于磁场方向 也缺制于速度方向 满足左手定乘 它判定的时候 我开始说了分两步 第一步 你确定速度方向跟磁场方向所决定的平面 明确 洛伦之力的方向既缺制于磁场方向 也缺制于速度方向 一定缺制于这个平面 第二步 用左手定则 左手定则是 伸开左手 让模子跟四指在同一个平面内 而且垂直 让磁场线听清楚 是圈锅掌心就行了 四指指向等效接流方向 模子所指的就是洛伦之力的方向 洛伦之力的方向 一定垂直于位和弊所决定的平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关于洛伦之力的大小 洛伦之力的大小 与四个因素有关 电荷的电量Q 电荷运动的速度V 以及磁干硬强度B 还有速度与磁干硬强度方向的夹角 F等于QVB三线系统 这个公式所有物力量 都用国际单位置的单位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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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这有一个磁场 这磁场是垂直于平面向理的 有一个负电荷 沿水平方向进入磁场 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你看 负电荷沿水平方向向右进入磁场的时候 根据左手定轴 负电荷沿水平方向右进入磁场的时候 负电荷沿水平方向右进入磁场 所以负电荷在弱能自立的作用下 会 迅速人的偏远 那么今天 我们就专门学习一下电子术的偏远 显像网电视机 就是专门利用了 电子术的磁片原理制成的 显像网电视机 现在见的不多了 现在都是液晶显示 但是在20年前 显像网电视机 可是走进了千家万户 显像网电视机的最核心的一个部件 就是显像网 显像网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电子枪 它能发射高速的电子术 二是偏卷线圈 它能够激发偏卷磁场 三是鸣王瓶 当电子术打在银王瓶上的时候 银王瓶会发光 下面我们就以显像网的工作为例 来专门研究一下电子术 在磁场中的偏卷 首先我们看一下显像网的基本结构 就是我开始说的 显像网也在三个部分组成 当电子枪发射高速的电子流的时候 电子流通过这个偏卷磁场 受到磁场力的作用 它就有可能发生偏卷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一下 显像网中的偏卷磁场 与电子树的偏卷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磁场时 电子树直接往前运动 打在银王瓶上的偏点 可以说偏点发光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打在银王瓶上的偏点 可以说偏点发光 那么电子树是很细的 它打在银王瓶上 只能是一点发光 那么要利用电子树 打击使整个银王瓶都发光 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电子树 能够达到银王瓶的任何地方 要达到这个目的 只能依靠磁场 来使电子树偏远了 关于电子树的偏远 请同学们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要使电子树打击的亮点偏离中心 开始电子树 如果飞行的过程中没有预见磁场 没有进入磁场 电子树会打在中心点 使中心点O发光 现在如果电子树要达到A点 使A点发光 偏远磁场应该向什么方向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你看电子树出来之后是向右运动 等效电流的方向相当于是向左 而电子树要向上偏远 说明树的力的方向是向上的 所以根据左手定折 根据左手定折 大家看一下 伸开左手 让磁场线必须与手垂直圈过去 伸直指向等效电流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 电子树就向下偏远 现在你要想是电子树向上偏远 你的手只能这样放 伸开左手 让磁场线圈过掌心 伸直指向等效电流方向 电子树受力就向上 所以就偏向A 也就是磁场方向应该是垂直于平面向外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你看 这个就像电子树 电子树往前走 好 马上电子树要进入一个偏远磁场 磁场方向如果垂直于平面向外 电子树受到向上的磁场力作用 就达到A点 第二点 当电子树打在融光瓶上的亮点 由B向A移动 需要什么样的磁场 就是说电子树 如果你要想电子树 打出的亮点是运动的 从B向A移动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磁场呢 同学们依旧可以用左手电子来分析一下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 电子树向下偏 后来偏远的越来越少 那么到没有偏远打着O点 再往上偏 偏的越来越大 那么你看 开始偏的比较厉害 肯定是磁场比较强 磁场向哪个方向呢 磁场肯定是垂直于平面向里 所以最开始的磁场 肯定是垂直于平面向里 越来越弱 减到0 最后磁场又反过来 垂直于平面向外又越来越强 使它偏到A点 你们看一下 你看电子树 从B点圈到A点 我们再看一遍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磁场呢 大家看 你看 磁场强度减小 力减小 偏远就减小 先开始磁场强度比较强 在磁场强度为0 反过来再比较强 所以就能实现我们的亮点 从B到A移动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垂直于平面向里的 逐渐减弱至垂直于平面向外 逐渐增强的磁场 三 如果要是亮点 既水平移动 又数值移动 需要什么样的偏强磁场 开始我们讨论了 这个亮点如果是从B到A这样移动 如果还要垂直于B到A的这个线移动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磁场呢 实际上同学们可以想象 我们开始在垂直于平面的磁场 它能够使亮点沿着平面运动 那么根据若能自立的方向跟磁场方向垂直这个规律 我们就想应该是平行于磁面的磁场 可以使亮点垂直于平面运动 好 我们就需要相互垂直的变化的两个磁场 那么如何形成相互垂直变化的两个磁场呢 我们是这样实现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偏强线圈部分 我们是有两组偏强线圈 这是其中的一组 这一组偏强线圈有两个线圈 通电之后这左边的这个线圈 它相当于一个通电螺线圈 如果通于如图所示的电流 这个通电螺线圈的上面相当于是N级 下面相当于是S级 通电螺线圈的右边 这个右边这个螺线圈 也相当于一个通电螺线圈 它照样上面是N级下面是S级 所以你看一下 你看电流方向 根据右手安排定折 上面是N下面是S 所以中间区域的磁场是向下的 如果电子树垂直于黑板面平板 垂直于平面运动 那么电子树就会在无能智力的作用下 左右偏移 这个线圈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偏卷磁场 我们要形成两个相互垂直的偏卷磁场 我们是有两个这样的偏卷线圈的 右边的偏卷线圈 这一组偏卷线圈 形成水平方向的磁场 使垂直于平面运动的电火 发生上下一度 左边的这个偏卷线圈 形成竖子的磁场 使垂直于平面运动的电子树 发生左右偏卷 那么要想 如果这两个线圈里面的磁场配合得好 那么就可以使我们勇往屏上的亮点 在毕业运动的同时 还垂直于毕业运动 再综合下来 那么实际上亮线在显示屏上是斜着运动的 就是相互垂直的变化的两个磁场 有两个环上的四个线圈中的电流产生 那么电子树打在银光屏上 形成一个小亮点 如何使整个屏幕都点亮呢 这个呢 就需要我们的亮点在这屏幕上移动 通过水平偏卷磁场和数值偏卷磁场的作用 我们的亮点在屏幕上可以沿这样的斜线运动 大家看一下 再看一遍 大家看到开始我这个亮点是沿着这个斜线这样运动的 沿着这个斜线运动的 再看一遍 这个过程我们在技术上叫做手描 一遍 那么有的时候 你如果电子树就真的这样运动 就真的这样运动 你顶多也只能看到开始的亮点这样移动 也没有点亮整个融光屏 怎么融光屏就点亮了呢 这手描是有条件的 我们的这个亮线从这上面一条 扫到这下面一条 这样扫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技术上叫做一场 电子树从这上一行到这下一行 扫描一遍 叫做一场 我们的电磁机扫描是特别快的 电磁机中的显像管 每秒要进行五十场扫描 就每秒这样运动 扫描要五十场 因为每秒要进行五十场扫描 所以我们的感觉整个融光屏就都亮了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点来说 你如果亮点子打一下 它就亮一次 你觉得它不会亮 但是对某一点来说 它每秒钟比电子树要达五十次 它也亮五十下 根据视觉战流 我们感觉每一点都是亮的 所以整个屏幕就亮了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 再配合其他的一些技术 就可以使电磁机显示正常的画面了 通过上面的学习 我们就知道下面有几点 第一个 利用磁场可以使电子树发生偏远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电子树进入磁场之后 电子树所受到的落伦之类的方向 跟磁场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电子树肯定会偏变 第二个 利用一定规律变化的磁场 可使电子树完成掃描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比如说 利用开始垂直于黑板面变化的磁场 可以使亮点沿着平面运动 可以使沿着黑板面变化的磁场 可以使亮点垂直于黑板面运动 可以完成掃描 三 利用相互垂直的一定规律变化的磁场 可以使电子树完成全屏掃描 就是你既有水平变化的磁场 也有数值变化的磁场 就能使我们的电子树 既能水平掃描 也能数值掃描 这样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斜的 这样来就能完成全层掃描 因为人眼的视觉在流 电子树的掃描 就能够点亮全屏 好 上面 我们就是利用了 显像管电视机的成像的时候 电子树的偏远 我们理解 我们学习了 电子树到底在磁场率的作用下 它的偏远有什么规律 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偏远的第一个粒子 就是显像管的工作原理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的两个粒子 磁流体发电机和速度显摘器 同学们看立体 第一个 如图所示为实验用磁流体发电机原理图 两板间的距离20厘米 磁场的磁感应强度B等于5特 这个磁场非常强了 若接入额定功率P等于100瓦的灯泡 正好正常发光 且灯泡正常发光时电阻R等于100欧 不计发电机那种 求等离子体的速度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等离子体发电机 它的意思你看 在这个磁镜板间有云墙磁场 磁场方向确足于海边面向外 等离子体的速度是沿着平面过来的 速度方向显原确足于磁场方向 那么一进来之后 同学们分析一下 等离子体里面既有正运动的离子 也有带负点运动的离子 那么正电阔所受到的落伦子体的方向会向下 负电阔会受到落伦子体的方向会向上 这样一来就是两个基板之间就会有电视差 因为有电视差的存在就可以给我们的灯泡供电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发电机了 这叫等离子的发电机 我们现在求这个带电离子的速度 好 那么我们灯泡工作的时候 没有特别说明我们认为灯泡就是全电阻 所以灯泡消耗的工业P得有二分之一的平方 由于灯泡是正常工作的 所以灯泡两端的电压 用就是根号PR 就是100V 那么磁流体发电机正常工作之后 你如果考察单过的磁流体离子 磁流体离子从左边往右边运动 我们考察正点火 正点火所受的落伦子力是向下的 那么下级板寄居正点火之后 下级板带正点 上级板带负点 这里面就有数值向上的云墙电厂 所以正点火所受到的电厂力是向上的 那么正点火所受到的落伦子力 扣为B 跟所受的电厂力Q 成个U比D平衡的时候 这电火就直线前进 这就是正常工作的状态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算出磁流体电压运动的速度 这一提 这一提 从解的过程实际上很简单 就两个核心知识 一 知道灯泡工作的时候功率P对R分之用的平方 二 知道磁流体发电机正常工作的时候 带电粒子所受到的落伦子力跟电厂力平衡 但是另外有一点还是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还要基本要知道磁流体发电机的发电过程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在机制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题 下图所示的平衡版器权中 这上下是金属版 电厂强度E和磁干液强度B相互缺止 你看电厂强度E的方向是数字向下的 磁干液强度方向是缺止于平面相理的 具有不同水平速度的带电粒子 摄入后发生偏卷的情况不同 它什么意思呢 它就说你如果带电粒子从左边进来 粒子一进来之后就要受到洛伦子力作用 还要受到电厂力作用 因为粒子的电量定了 粒子受到的电厂力就是确定的 而粒子的速度不一样 洛伦子力大小不一样 最后就会导致粒子发生偏远的情况不同 这种装置能把具有某一特定速度的粒子显摘出来 所以叫速度显摘器 是证明带电粒子具有速度为等于一笔B时 才能沿着图示虚线路径通过这个速度显摘器 那么我们以正粒子飞入混合场为例 对进入速度显摘器的带电粒子进行分析 那么正粒子往回看一下 正粒子所受到的电厂力的方向是向下的 受到的洛伦子力的方向是向上的 洛伦子力的方向跟电厂力的方向是相反的 电厂力的方向F1等于扣E 这粒子所受到的洛伦子力的方向FB等于扣VB 只有当扣E等于扣VB的时候 粒子在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 此时的速度V等于E比B 那么这个时候粒子做匀速直线运动 沿虚线通过速度显摘器 就是这样的 同学们看一下 好 今天我们这两节学习的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力 叫洛伦子力 第二个 我们知道洛伦子力的大小F等于扣VB上一系统 方向垂直的磁场和速度决定的平面 满足左手定车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注意 第一 如果速度方向跟磁场方向不垂直 我们依旧可以用左手定车 但是你在那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工作 一定要首先确定速度和磁场所决定的平面 我们知道洛伦子力的方向肯定是垂直于那个平面的 再用左手定车 你的方向只有两种 你就让磁场线全个掌心就行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是负电荷所受的落伦子力 你的势子 应该是指向等效电流方向 实际上是负电荷运动的反方向 不能指向地质的速度方向 第三个 利用满足特定规律变化的磁场 可以使带电粒子发生我们所期望的偏远 这是刚刚我们讲的非常复杂的 我们知道带电粒子进入磁场之后 由于带电粒子所受的落伦子力的方向 跟磁场方向缺止 所以带电粒子一般来说会发生偏远 带电粒子要发生我们所期望的偏远 我们必须控制磁场的变化规律 比如说弦显管电视机里面 我们就用了两组四个线圈 产生两个相互垂直的按一定规律变化的磁场 使电子处发生了我们所期望的偏远 这三点就是我们第二节所讲的核心内容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高中物理选择性必修二第一章第三节 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的运动 本节课分为两部分 今天我们先来学习第一部分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力 洛伦之力 下面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洛伦之力的方向 大小 特点 以及力和运动的关系 一 洛伦之力的方向 洛伦之力的方向如何判断呢 对 用左手定则 伸开左手 使拇指与其余四个手指垂直 并且都与手掌在同一个平面内 当运动电荷速度与磁场方向垂直时 让磁杆线从掌心进入 并使四指指向正电荷运动的方向 这时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运动的正电荷 在磁场内所受洛伦之力的方向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副电荷的受力方向与正电荷受力的方向相反 二 洛伦之力的大小 洛伦之力的大小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对 洛伦之力的大小由带电粒子的电荷量 速度 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以及粒子速度方向与磁场方向的关系共同决定 电荷量为Q的粒子以速度V运动 如果速度方向与磁场方向随直 那么粒子受到的洛伦之力大小为F等于QVB 洛伦之力随直于粒子速度方向和磁场方向共同决定的平面 在一般情况下 当运动电荷的速度与磁场方向加较为θ时 电荷所受的洛伦之力为F等于QVB sinθ 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 洛伦之力的方向仍然既垂直于磁场方向 又垂直于速度方向 用左手定则对洛伦之力方向进行判断时 可以用四指指向垂直于磁场的分速度方向 当θ等于0时 也就是粒子速度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时 粒子不受洛伦之力 3.洛伦之力的特点 洛伦之力始终与带电粒子的速度方向和磁场方向随直 因此 洛伦之力只改变粒子的速度方向 而不改变粒子速度的大小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洛伦之力的大小 还与粒子速度方向与磁场方向的夹角有关 当粒子的速度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时 粒子不受洛伦之力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力和运动的关系 物体的运动轨迹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对 由物体的出速度和受力情况 共同决定 当物体所受合力为0时 物体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当物体所受合力恒定 并且与速度方向平行时 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当物体所受合力恒定 当物体所受合力恒定 但与速度方向成一定角度时 物体将做匀变速曲线运动 例如平抛运动 物体只受重力 并且出速度沿水平方向 在电场部分 在电场部分 我们还学习了带电粒子 在匀墙电场中的偏转 与平抛运动类似 当物体所受合力大小恒定 但方向总与速度方向垂直时 合力提供向心力 物体将做匀速圆周运动 现在我们学习了洛伦兹力 那么带电粒子在匀墙磁场中 将会怎样运动呢? 在现代科学技术中 常常要研究带电粒子 在匀墙磁场中的运动 如图所示 如果沿着与磁场垂直的方向 发射一束带电粒子 这束粒子在匀墙磁场中的运动轨迹 会是什么样的呢? 要分析粒子的运动 就要分析粒子的受力情况 若粒子带正电 根据左手定则 使拇指与其余四个手指垂直 并且都与手掌在同一个平面内 让此感线从掌心垂直进入 并使四指指向正电荷运动的方向 这时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电荷所受洛伦资力的方向 你判断对了吗? 可以看出粒子将向下偏转 其运动轨迹为曲线 是怎样的曲线呢? 由于初速度和洛伦资力都在跟磁场方向垂直的平面内 没有其他作用使粒子离开这个平面 所以粒子只能在这个平面内运动 洛伦资力又总是跟粒子的运动方向垂直 只改变速度的方向 不改变速度的大小 所以粒子的速率是恒定的 由F等于QAB 可知洛伦资力的大小也是恒定的 洛伦资力对粒子起到了向心力的作用 可见如果沿着与磁场方向垂直的方向发射带电粒子 粒子将在云墙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 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需要向心力的作用 向心力由合力提供 例如行星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 设太阳的质量为大M 行星的质量为小M 行星在距太阳为R的圆形轨道上 以速度V做匀速圆周运动 行星受到太阳的引力 由万有引力定律可知F等于G大M小M比R的平方 行星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等于V的平方比R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由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 因此有G大M小M比R方等于MV方比R 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 半径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可能与粒子的质量、电荷量、速度大小以及磁场的强弱有关 类比行星绕太阳的运动规律 粒子所受的路伦资力提供了它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可以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列出动力学方程 粒子受到的路伦资力为F等于QVB QVB等于MV方比R 可得圆周运动的半径为R等于MV比QB 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 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 它的半径与粒子质量、速度的乘积乘正比 与电荷量、磁感应强度的乘积乘反比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周期 匀速圆周运动的周期指的是物体做一个完整圆运动所用的时间 可以用圆周长除以限速度得到 将R等于MV比QB带入 可得P等于2πM比QB 由此可见 粒子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周期只与磁感应强度和粒子本身有关 跟轨道半径和运动速度都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后面将要学习的回旋加速器就是依据这个原理制成的 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 路伦资力不会改变带电粒子速度的大小 那么带电粒子进入磁场前如何获得出速度呢? 对,我们可以利用电场对带电粒子进行加速 例如,炙热的金属丝可以发射电子 在金属丝和金属板之间加以电压U等于2500V 发射出的电子在真空中加速后 从金属板的小孔穿出 电子穿出时的速度有多大呢? 设电子刚刚离开金属丝时的速度为0 以至电子的质量m等于0.9乘10的-30次方千克 电子的电荷量为e等于1.6乘10的-19次方库轮 电子在电厂力的作用下做加速运动 电厂力对电子做正攻w等于EU 电子的动能增大 由动能定理EU等于2分之1mV方 可得V等于根号下2EU比m 将电荷量、电压、质量带入可得V等于3.0乘10的7次方米每秒 可以看出,对同一个带电粒子而言 加速电厂的电压越大,粒子获得的速度就越大 带电粒子非常小,用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们的运动 上节课我们用阴极射线管观察到了电子的运动轨迹 因及射线管发射的电子数轰击荧物质使其发光 从而显示出电子的禁忌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洛伦兹力演示仪来观察电子在云墙磁场中的运动轨迹 洛伦兹力演示仪由几个部分组成 这两组白色圆形结构是粒磁线圈 粒磁线圈中通有电流时,能够在两个线圈之间产生云墙磁场 磁场方向与两线圈中心的连线平行 从同学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垂直于黑板面的方向 由安培定则可以判断 当线圈中电流沿顺时针方向时,云墙磁场的方向垂直于黑板面向里 当电流沿逆时针方向时,云墙磁场的方向则垂直于线圈平面向外 云墙磁场的磁感强度大小与粒磁电流的大小成正比 下面的旋钮中,右侧两个旋钮就是用来调节粒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的 我们可以调节电流为顺势针,逆势针 电流的大小可以有这样一些选择 也可以将电路段路没有粒磁电流,就没有磁场 这是电子枪,电子枪可以发射电子数 电子枪可以适当转动,来调节电子进入磁场的速度 来调节电子进入磁场时的速度方向 电子在进入磁场前要经过电场的加速,从而获得一定的出速度 中间这个旋钮就是加速级电压选择档,用来调节加速电压的大小 加速电压越大,电子进入磁场时的速度就越大 电子枪在这个玻璃泡内,玻璃泡内充有稀薄气体 在电子数通过时能够发生灰光放电,从而显示出电子的禁忌 下面我们就来观察不同情况下电子在磁场中的运动禁忌 一,若不加磁场,电子做什么运动呢? 电子经过电厂加速,沿图式方向射出 由于没有磁场,电子不受力,将做匀速直线运动 其轨运应该为一条直线 将洛伦茨利演示以粒磁电流方向旋钮至于断路 此时线圈中没有电流,不产生磁场 我们看到电子的运动轨迹为直线 二,电子以垂直于磁场方向射入,做什么运动呢? 如图所示,现在我们加上摄氏针方向的电流 产生垂直于线圈平面向里的云墙磁场 电子方向向左,与磁场方向垂直 由左手定则可以判断出,电子所受洛伦茨利方向向上 电子将向上偏转 加垂直于线圈平面向里的磁场 电子粗速度方向向左,与磁场方向垂直进入磁场 电子的运动轨迹为圆 三,仅改变电子粗速度的大小 电子运动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由r等于mv比bq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增大电子的速度,其半径将增大 电子应该做半径增大的圆周运动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通过实验来观察一下 顺时针旋转加速电压旋钮 加速电压逐渐增大 电子进入磁场的速度增大 继续旋转 电压进一步增大 电子速度增大 电子运动轨迹的半径逐渐增大 四,仅改变磁感强度的大小 电子运动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仍然用r等于mv比qb这个式子来判断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改变磁感强度的大小 若磁感强度增大,则半径将变小 是不是这样呢? 顺时针旋转粒磁电流旋钮 粒磁电流将逐渐增大 云强磁场,磁感强度也逐渐增大 我们来观察一下 好,我们看到随着粒磁电流的增大 磁感强度逐渐增大 电子做圆周运动的轨迹半径逐渐减小 五,当电子运动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时 电子做什么运动呢? 我们知道,当电子运动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时 电子将不受洛伦自立 那么它应该做匀速直线运动 它的轨迹应该是一条直线 调整电子枪的方向 将电子出速度的方向调整为与磁场方向平行 来观察一下电子运动的轨迹 逐渐改变电子进入磁场的方向 电子的轨迹发生变化 当电子速度方向与磁场方向完全平行时 电子的运动轨迹变成直线 下面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 当电子的速度方向与磁场方向既不平行也不垂直 而是乘一定的夹角时 电子将做什么运动呢? 我们可以将电子的速度沿平行于磁场方向和垂直于磁场方向进行分解 其中,沿平行于磁场方向的运动不受力 沿垂直于磁场方向的运动受到的洛伦兹力为EV2B 因此,粒子的运动可以看成是两个运动的合运动 其中一个分运动为沿磁场方向的匀速直线运动 而分运动V2所对应的运动为匀速圆周运动 匀速圆周运动的平面与磁场方向垂直 因此,电子将一边做匀速直线运动 一边做匀速圆周运动 它的轨迹应该是螺旋线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通过实验来观察一下 调整电子枪的方向 将电子出速度的方向调整为与磁场方向成一定角度 好,我们看到电子的运动轨迹逐渐变成螺旋线 好,下面我们对本节课进行一下总结 本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 分析带电粒子的运动要从粒子的出速度和它的受力情况入手 当带电粒子速度与磁场方向垂直时 洛伦兹粒与速度方向垂直 粒子做匀速圆周运动 当带电粒子速度与磁场方向平行时 粒子做匀速直线运动 当带电粒子的速度与磁场方向成一定夹角时 我们观察到了等距螺旋线的轨迹 二,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的规律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洛伦兹粒提供向心力 QVB等于MV方比R 由此可以得到圆周运动的半径R等于MV比QB 以及圆周运动的周期T等于2πR比V等于2πM比BQ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 人教版高中物理选择性必修二第一章第三节 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 本节课有两部分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部分 上节课我们分析了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受力特点和运动规律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 以及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半径和周期 带电粒子以一定的出速度进入匀强磁场 其运动性质由出速度和所受落轮磁力共同决定 当粒子速度与磁场方向垂直时 落轮磁力提供向心力 做匀速圆周运动 轨迹为圆 当粒子速度与磁场方向平行时 不受落轮磁力 做匀速直线运动 轨迹为一条直线 当粒子速度与磁场方向呈角度时 运动轨迹为等间距的螺旋线 图片是我们通过落轮磁力演示仪观察到的电子 在匀墙磁场中做运动的轨迹照片 我们重点讨论了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的情况 当带电粒子垂直于磁场方向摄入磁场时 所受落轮磁力始终与速度方向垂直 只改变速度的方向 不改变速度的大小 提供了向心力 粒子做匀速圆周运动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落轮磁力提供向心力 QVB等于MV方比R 可得圆周运动的半径表达是R等于MV比QB 粒子圆周运动的周期为T等于2πR比V等于2πM比QB 需要注意的是 粒子做圆周运动的周期与速度大小无关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一个质量为1.67乘10的负27次方千克 电荷量为1.6乘10的负19次方库轮的带电粒子 以5乘10的5次方米每秒的出速度 沿与磁场垂直的方向 摄入磁感强度为0.2特斯拉的云强磁场 求1.粒子所受的重力和洛伦兹力的大小之比 2.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轨道半径 3.粒子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周期 先来看第一小题 依据题中所给数据分别计算出带电粒子所受的重力和洛伦兹力 就可以求出重力与洛伦兹力之比 第二和第三小题 带电粒子在云强磁场中受洛伦兹力并做匀速圆周运动 由此可以求出粒子运动的轨道半径及周期 1.粒子所受重力g等于mg 代入数据可得粒子的重力为1.64乘10-26次方牛顿 粒子所受洛伦兹力f等于qvb 代入数据可得 洛伦兹力为1.6乘10-14次方牛顿 因此重力与洛伦兹力之比gbf等于1.03乘10-12次方牛顿 分析微观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时 电场粒和磁场粒通常都远大于粒子的重力 所以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 都将微观粒子的重力忽略不计 前面我们分析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时 都默认粒子只受洛伦兹力的作用 可见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时 洛伦兹力远大于重力 重力的影响可以忽略 二,带电粒子所受的洛伦兹力为f等于qvb 洛伦兹力提供向心力 因此qvb等于mv方比r 由此得到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轨道半径 r等于mv比qb 带入数据可计算出粒子的半径为2.61乘10-2次方米 三,粒子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周期 t等于rπm比qb 带入数据可求得周期为3.28乘10-7次方秒 改变带电粒子进入磁场的速度大小和方向 粒子的运动会有什么变化呢? 下面我们来看粒题2的第一小题 若电子以不同的速率v1小于v2小于v3 沿X轴正方向从坐标圆点出发 垂直进入磁场 请画出电子的轨迹图 试分析电子的半径之比和周期之比 电子以出速度v1沿X轴正方向从坐标圆点出发 垂直进入磁场 由左手定则可以判断出 电子所受洛伦资力的方向沿外轴负方向 洛伦资力提供向心力 方向指向圆心 所以电子以外轴负方向的某一点为圆心 做匀速圆周运动 其轨迹与X轴相切于坐标圆点 电子以稍大一些的速度v2进入磁场 仍延顺势针方向做匀速圆周运动 由于v2大于v1 半径R与速度v乘正比 因此其半径也相应的增大了 同理当电子以更大的速度v3进入磁场 半径更大 电子的轨道半径之比 与它们的速度呈正比 在电子质量、电荷量、磁感应强度都不变的情况下 电子的半径之比等于v1比v2比v3 根据周期等于2πm比1b 电子的周期是相同的 刚才我们分析了 和周期之比 当电子沿X轴正方向进入磁场时 以Y轴负方向的一点为原心 沿顺势针方向做匀速圆周运动 当电子以同样的速度 沿Y轴正方向进入磁场时 由左手定则 可知 洛伦兹力方向沿X轴正方向 电子将以X轴正方向上一点为原心 沿顺势针方向做匀速圆周运动 因为速度大小没有变化 因此半径大小相同 当电子沿X轴负方向进入磁场时 将以Y轴正方向上一点为原心 沿顺势针方向做匀速圆周运动 半径大小仍然保持不变 由半径r等于mv比eb 在三种情况下 仅改变了速度的方向 而没有改变速度的大小 电子的电荷量质量以及磁感强度都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三种情况下的半径之比为1比1比1 它们的周期之比仍然是1比1比1 刚才我们讨论了同一种带电粒子以不同速度进入磁场的情况 对于不同的带电粒子 它们在磁场中运动会有什么不同呢 下面我们通过例题3进行讨论 已知川核的质量约为质子质量的3倍 带正电荷 电荷量为1个原电荷 α粒子 也就是氦原子核 质量约为质子质量的4倍 带正电荷 电荷量为1的2倍 现在质子、川核和α粒子在同一云墙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 求下列情况中它们运动的半径之比和周期之比 1、它们的速度大小相等 2、它们由静止经过相同的加速电场加速后进入磁场 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规律 同学们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 由洛伦兹力提供向心力 QVB等于MV方比R 可得半径和周期的表达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半径大小除了跟速度大小和磁感强度大小有关之外 还跟粒子的质量、电荷量有关 前面我们讨论同一种带电粒子的时候 不用考虑质量和电荷量的区别 这里就需要考虑了 当三种粒子速度大小相等时 它们的半径与质量乘正比 与电荷量乘反比 质子穿合α粒子的半径之比等于 M质子比E 比上3M质子比E 比4M质子比2E 等于1比3比2 它们的周期之比 与上述结果相同 为1比3比2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它们由静止 经过相同的加速电厂加速后 进入磁场 求这种情况下 它们运动的半径之比 和周期之比 MV方 进而得到V等于 根号下2QU比M 粒子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半径R等于MV比QB 将V带入到半径R的表达式当中 得到半径R与电压、磁感强度、粒子质量和电荷量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几种带电粒子都在相同的电厂和磁场中运动 因此三种粒子的半径之比为1比根3比根2 它们的周期之比为1比3比2 与刚才的结果是相同的 现在我们做一个阶段的小节 带电粒子在足够大的云墙磁场中 垂直于磁感线方向运动 其运动轨迹是一个完整的圆 分析粒子的圆周运动 要从粒子的动力学规律入手 由洛伦兹力提供向心力 得到相关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周期 只与粒子的比赫 即电荷量与质量的比值 以及磁感应强度的大小有关 与粒子的速度大小无关 下面我们来讨论带电粒子在有边界的云墙磁场中的运动 在有边界的磁场中 粒子可能无法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但它的运动轨迹仍然是圆周的一部分 带电粒子仍延圆弧做匀速圆周运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题4 如图所示 巨型云墙磁场区域ABCD的长为2L 宽为L 云墙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B 质量为M 电荷量为E的电子 沿着巨型磁场的上方边界由A点射入磁场 试分析 1. 若电子恰好由下方边界C点穿出磁场 求 1. 电子速率V 2. 电子在磁场中的运动时间 2. 若要使电子能从磁场下边界穿出磁场 求 1. 电子速率V的范围 2. 运动时间T的取值范围 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 2. 电子从A点沿AB方向射入磁场 恰好由下方边界的C点穿出磁场 3. 电子的质量、电荷量、磁场的磁感强度都是以质量 4. 要求电子的速率 需要知道电子做圆周运动的半径 4. 要求电子在磁场中的运动时间 4. 则需要知道电子在磁场中做的部分圆周运动的圆弧长或圆心脚 5.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5. 画出电子在从A到C这个过程中的轨迹 5. 求出圆周的半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5. 电子在A点沿AB方向进入磁场 5. 由左手定则可以判断出 5. 电子在A处受的洛伦资力F沿AD方向向下 5. 电子在云墙磁场中做圆周运动 5. 洛伦资力提供向心力指向圆心 5. 因此圆周轨迹的圆心应该在直线AD上 5. 电子从A运动到C 5. 这段圆轨迹对应的弦为线段AC 5. 弦的中垂线应该也过圆弧的圆心 5. 连接AC和BD 5. 交点为O1 5. O1就是AC的终点 5. 过O1做弦AC的垂线 5. 交直线AD与O2 5. 点O2就是电子运动的圆心 5. 以O2为圆心 5. O2A长为半径 5. 画圆 5. 圆弧AC就是电子在磁场中的运动轨迹 5. 连接O2C 5. 在这里我们看到 5. 在三角形D O2C中 5. 直角边D O2它的长度 5. 等于圆轨迹的半径长 5. 减矩形磁场的AD边长为 5. R-L 5. 矩形磁场的DC边长为2L 5. O2C长为 0. 粒子的半径R 有几何关系可得 R-L的平方 加2L的平方等于R的平方 可以解得R等于2.5R 由路伦之力提供向心力 EVB等于MV方比R 可解得 电子的速度V等于5BEL比2M 由于电子做的是 匀速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因此只要知道这段圆弧 所对的圆心脚 就能求出这段运动的时间了 电子在匀墙磁场中 做完整圆运动的周期 T等于2πM比EB 设圆弧AC所对应的圆心脚 为θ 这电子在矩形磁场中 沿圆弧从A点运动到C点的时间 T等于θ比2π乘以周期T 有几何关系可得 θ的正切值等于DC比DOR 即RL比R减L等于3分之4 可解得 电子这段运动的时间 T等于B1分之M 乘ArcT3分之4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ROR使电子能从磁场下边界 穿出磁场 求1.电子速率V的范围 2.运动时间T的取值范围 前面我们分析了电子从A点进入 恰好从C点穿出的运动 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分析 若电子的速度增大 其圆周运动的半径也随之增大 电子将从BC边上的某点 穿出磁场 而当电子速度减小 其圆周运动的半径也随之减小 电子可能从DC边的某点 穿出磁场 若速度更小 电子可能会从AD边上的某点 穿出磁场 因此要想让电子能从DC边 穿出磁场 电子速度的最大值 对应着从A沿圆弧到C的运动 电子速度的最小值 对应着从A沿圆弧到D点的运动 也就是说 只要将这两个运动对应的半径 求出来 就可以进一步求出符合题目要求的速度范围了 从A到C的运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这里不再赘述 若从D点穿出磁场 电子实际上运动了半个圆周 线段AD就是圆周的直径 由几何关系可得 2RP等于L RP等于0.5L 由洛伦之力提供向心力 EVB等于MV方比RP V等于BEL比2M 因此速度范围 因此速度范围在BEL比2M到5BEL比2M之间 电子从A运动到D的时间为半个周期 即T等于2分之1周期等于πM比BE 运动的时间范围在M比BE ArcTg3-4到πM比BE之间 下面我们对刚才分析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带电粒子在有界磁场中垂直于磁场方向运动 其运动轨迹可能只是一部分圆 解决这类问题 关键是要确定轨迹的原心 画出轨迹 利用几何关系找到半径和速度的偏转角 进而求出其他相关的物理量 如磁感应强度、速度、运动时间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在有界磁场中 粒子的运动虽然不是完整的圆 但也还是匀速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粒子所受的洛伦资力始终与速度方向垂直 当速度方向变化时 洛伦资力的方向也随之发生改变 这跟带电粒子在云墙电场中的偏转是完全不同的 带电粒子在云墙电场中所受的电场力为横力 大小和方向都不随粒子速度的改变而改变 因此 粒子在电场中的偏转为云变速曲线运动 或者称之为内平抛运动 同学们要注意 不要把带电粒子在有界磁场中的运动 和带电粒子在云墙电场中的偏转相混淆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我是北京四中物理教师陈伟 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上课 今天我们来学习选择性必修二第一章第四节 字谱仪与回旋加速器 首先我们来进行下知识回顾 微观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做云速圆周运动的圆半径 与周期与粒子运动的速度 磁场的磁感强度有什么关系呢? 带电粒子在云墙磁场中运动 就是落轮之力充当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我们由q为b等于mr分之微方 可求得轨道半径r等于qb分之mv 再由周期公式t等于rbv 可求得周期t等于qb分之rm 由此就可以判断粒子的速度 磁场的磁感强度 对带电粒子运动的影响了 在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中 常常需要将移速带等量电荷的粒子分开 以便知道其中所含物质的成分 同学们利用现在所学的知识 你能设计一个实验方案 对不同笔合的带电粒子进行有效分离吗? 首先我们同学可能会想到前面学习过电场中有这样一个情境 让带电粒子在电场中先加速再偏转 我们根据电场里做工q乘以U0等于1m2 可以求得带电粒子进入偏转场的速度V等于根号下m分之rqU0 再进入偏转场 由类拼抛可知 在水平方向上粒子做匀速直线运动 s等于Vt 在素质方向上带电粒子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y等于1⅔at方 qU比md为带电粒子在偏转场中的加速度 带入前面的速度 我们可以得到带电粒子的运动轨迹方程y等于4dU0分之u乘以s方 通过分析发现带电粒子的运动轨迹方程 跟电荷质量和带电粒子的电量无关 显然这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当x等于板长L时 所有带电粒子都将从同一偏移位置离开偏转场 那我们同学自然会想到 进行加速后的粒子在偏转电场中不能分离 磁场也能让带电粒子偏转 可不可以用磁场偏转来分离呢? 加速后的带电粒子摧追磁场的左边界进入云香磁场 若轮之力刚好充当圆轴运动的向心力 做匀速圆轴运动 由q为b等于mr分之v方 得r等于qb分之mv 代入前面加速后的速度 可以得粒子的轨道半径r等于b分之1 根源号下q分之2mv0 显然根据r这个表达式bv0一定是不同笔合q比m的带电粒子 在磁场中将鲜艳不同的半径做圆轴运动 由此可以分离 显然如果我们在磁场左边界适当处放置一张感光照片 大量的不同带电粒子打在照相底片的不同地方感光 通过测量感光点与入射点的距离 即可求出圆轴运动的轨道半径r 进而可以算出粒子的笔合q比m 或者求出粒子的质量 这种仪器叫做字谱仪 在19世纪末 英国物理学家汤姆孙的学生阿斯顿 就是按照这样的想法设计了字谱仪 他用字谱仪发现了乃20和乃22 证实了化学中同微素的存在 现在经过多次改进 字谱仪已经成为一种十分精密的仪器 是粒子物理和同微素分析的重要工具 例如,让某种中性气体分子 在电粒式A内被电粒称离子 大量的电荷量相同 质量不同的同微素 经同一电场U加速后 经S3孔进入云强磁场 由于其圆轴运动的轨道半径不同 会打在照相底片D的不同位置出现一系列的谱线 不同质量对应着不同的确定谱线 由此就可利用该仪器对某种元素进行测量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上述过程的仿真实验 这就是自谱仪的工作原理 在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中 经常需要高能粒子作为炮弹去轰击未知原子 以便打开其内部结构 那如何才能获得需要的高能粒子呢 同学们可能立即会想到电场中学习过的多级直线加速器 当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知道多级直线加速器中 金属圆桶的长度应该跟圆桶的序号乒乓根成正比 为了获得足够高的能量 采用多级直线加速器的加速桩子要很长很长 这是我们北京正副电子对撞机的俯视图 蓝色的部分像一个巨大的网球拍 狭长的把手就是直线加速器 足足有202米长 北京的正副电子对撞机是世界上几大高能加速器之一 这是欧洲的强子对撞直线加速器 它的长度达到几公里长度 那我们能不能设计一种能实现多次加速 又减少占地空间的加速器呢? 进而我们就会想到电场能让粒子加速 而磁场能让粒子反反复复地转圈去 如果我们让带电粒子在电场中加速一次后 转一圈回来被电场再次加速 如此反复转圈式的加速不就能实现多次加速 又省地的想法了吗? 于是人们设计出了用磁场控制轨道 用电场进行加速到粗子 这就是回旋加速器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它只有4.5英寸 一个巴掌那么大 是1931年由美国科学家劳顿斯跟他人合作研制完成 其结构原理可以简化为右边这张图 回旋加速器是由两个第一和第二的中空的半圆形金属核组成 两核之间皆有交流电源 用于加速带电粒子 两个半圆形核处于云枪磁场 B中用于回旋带电粒子实现多次加速的功能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回旋加速器的视频演示 回旋加速器 感谢观看 这就是回旋加速器的工作过程 请大家注意观察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加速的特别 以及回旋的过程 我们再看一遍视频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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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